Pangia 由波兰厂商Red Imp Games发行 是一款支持单人solo 之最大四名玩家共同参与的策略桌上游戏 建立在二叠寂寞物宠大灭绝的背景之上 如何通过桌游的形式表现这起对于我们来说 神秘而可怕的大事件 也是令人十分的好奇 没错 这次要开箱和给大家简单介绍的 就是这款Pangia 先从游戏本体说起 游戏本身的合体并不大 相对于其3.2的重度 本体的重量拿在手上甚至觉得有些轻了 峰绘和整体的设计都走了偏向沉重和富有历史沧桑感的设计 在中部通过古大陆的轮廓作为萌摆 刻画了大灭绝背景下二叠寂的生态 我个人很喜欢这款设计 紧接的同时也切中了主题 重要的是放在架子上也很好看 合体的设计以守绘物种图作为背景 展示了实际游戏的各种元素 包括大型的版图 玩家版 卡牌 token的情况等 同时也列出了支持的游戏人数为1-4人 以及90-120分钟的平均游戏时长 另外还有一些发行商的个体信息 开箱把内容物都拿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东西确实不算多 无论是token也好 卡牌也好 单向的数量也都并不多 主要的重量来自于6块27x27的大型版图 后面再带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简单的过一遍内容物包括辅助的参考纸 4人以下游戏适用的中立生物行动表 4块玩家版 大型的主板图 2块token版 一些卡牌 玩家指数物 以及厚厚的一本规则书 从规则书来说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厚达30页 当然书的尺寸并不大 一刷相当不错 光明纸的质感也很好 比较吸引我的是首页的背景介绍 图文并茂编撞了一个第6次大灭绝即将来临 人类组建了一世名为Pangia的国际专家队伍 通过模拟不同物种的生态和演化 来验证大灭绝假设的故事 而玩家正是被Pangia组织选中 参与这场2.51年前 二叠季大灭绝背景下的模拟生命测试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大灭绝中 拯救人类资深而贡献珍贵的研究数据 那想来一个德式游戏有一个如此美式风味的背景 也是很有意思了 卡牌的部分中规中矩 大体可分为物种在进行环境适应行动时 获得的世性卡牌 通过消费自身的世性最终获得的进化卡牌 以及标识地狱和回合间事件的事件卡牌的 整体卡牌的材质和裁切都是令人满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游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还是有一部分的文字量 并且没有符号学加持的 瓦家版采用了印制版制作 除去简单的技能描述和一段可选读的物种背景知识 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字量 主要内容列出了物种可选择的行动 以及其所对应的费用 不仅列出了自身 也同时可以看到其他物种执行行动的消费 对互动策略的制定也是相当有帮助的 我个人觉得没有采用双层版的设计 是需要有些遗憾的 当裁切的部分去掉后 瓦家执行行动的token 相当于直接通过镂空放在了桌上 这样一来倒不如直接印刷方框 也不必费心裁切出来了 在瓦家版右边占据了大幅面的物种图像 还是保持了个人很喜欢的高水准 古生物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但还是有部分的玩家觉得它们长得怪怪的 并不好看 这点大家就见仁见智了 四块瓦家版分别代表了四种生物 分别是无脊椎生物 西行钢生物 两栖类生物 和核弓钢生物 大家的颜值都差不多 虽然物种各不相同 但大家所能执行的行动却是一样的 只是费用不一 可选的行动包括适应 蚕蚓 迁徙和生存 适应可以使玩家激活手中的视性和进化卡牌 为自身增加性的能力 蚕蚓可以使玩家在版图中其他地域放置新的物种标记 而迁徙顾名思义 可以将现有的物种标记移动至地域内的其他区间 或者临近的地域 生存则可以发挥生物对危险的本能 查看提示灾片危险区域的信息板块 从而避开最危险的区域 正如之前所说 虽然可选行动相同 但由于费用不同 且不同物种还有其独有的特殊能力 所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四种物种之间 由此而体现出来的区别 无脊椎生物拥有最便宜的繁衍费用 所以很利于快速扩张 并且迅速地消耗地域内的食物 使其他的动物面临饥饿 而由于自身繁衍很便宜 所以即使饿死一两只 也可以马上繁衍出新的 并搭配其特性 可以移除版图上自己的物种标记 来回复自身的行动 只是其潜行能力低下 难以占据较好的生态位 并且由于自身低下的战斗能力 所以在生态位的竞争中 基本上只能处于被捕食者的位置 两栖类则拥有最强的生存本能 可以通过激活试性卡牌的一次性能力 获得行动点数的回复 而且廉价的生存行动费用 使他们可以轻松地查看 提示危险区域的信息板块 甚至知晓何种大灾变即将到来 并为此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 而同时由于他们的进化过于缓慢 因此将难以激活自身的进化 使得进化方向的选择变得格外的重要 细形钢生物则拥有最廉价的适应费用 因此可以很快地激活自身的进化 并且可以轻松地使用带用多种效果的 试性卡牌采取十分灵活的策略 同时其自身的特殊能力 可以在生态位的竞争中 获得额外的试性卡牌作为胜者的奖励 它最大的缺点则在于过高的生存费用 使得他们难以预测即将到来的危险 将在何处发生 最后则是核空钢动物 集聚于攻击性 可以轻易地赢得生态位的力争 而最廉价的迁徙费用和特殊能力 使得他们不会遭受迁徙行为所产生的生态位下降的惩罚 因此也保证了它的高移动性 对于其他生物来说 完全就是惹不起的存在 然而即便如此 高昂的繁衍费用注定其难以快速扩张族群 同时也必须躲开死亡和饥饿的风险 仅仅一个标记的损失 也会产生高昂的代价 这些是游戏中使用到的提示危险区域的信息版 在生存行动中可以查看 另外还有四块不同的大灾变板块 在每一具游戏中都会随机选择一块 当然还有用于抢夺分数的目标板块 然后这是KS所增送的回合标记 小星星撞击地球的模型 另外还有一些add-on选配的饥饿标记 在不足四人或者solo的情形下 会使用这些中立生物的指示卡 也就相当于是AI行动 在规则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不过这些指示卡只是薄薄的四张光面纸 有些可惜 个人觉得能升级成硬质版会好一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版图 还是相当大的 27x27的6块拼图 使得长边达到81公分 印刷质量我很满意 整个大陆的平原、河流、丘陵、雪山 都表现得十分到位 版图上方包含了游戏的进度轨道 得分轨和顺尾轨 在进度达到蓝色的时代转换回合 便会有时代转换的特殊事件发生 而最终达到大灭绝回合 就会触发最终的大灭绝事件 中间占据大部分的大陆 被划分为很像的三块次大陆 包含的区域数量并不相同 气候的类型也不见相同 而纵向上则被分为ABCD四个区域 由此将整块大陆划分为20个小地域 每一块小地域 包含有所属的次大陆名字 气候类型 所能提供的食物数量 以及0、1、2的三种生态位 其中0的生态位可以容纳多个物种标记 而1和2的生态位 则同时只能容纳一种生物 由于高等级生态位的独占性 以及它同时可以赋予物种的迁徙和存活的可能性 物种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便由此展开 关于这款Penture的介绍呢 大概就是这样 对我个人而言 它的主题和美术都深度五星 虽然部分的内容还有升级的空间 但整体的做工还是令人满意的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可以在BCC论坛掌握更多的信息 另外呢 这款游戏目前也有中文化的计划 不着急的朋友 可以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再决定剁不剁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